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脸 尚管芝 你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代替你成为贪婚 而你就要代替我 你已经把关材给你准备好了 尚管芝 换了我的脸去婚礼 得赶紧去阻止他 岳哥哥 你终究是属于我的 这次多谢庞公子了 大人 哥哥回京了 这西园内也都腾空了 若是不让我住进县衙 我就只能露宿街头了 大人你就收留我吧 你昨日说 做牛做马 端茶倒睡 也绝无厌言是吗 是 为了大人折损的颜面 我们愿意出现银两做个补偿 大人 尽管开口 小时候我明明那么正直 长大了 怎么外成这副样子 大人想安排我做什么呢 你今日看着 好像跟往常不太一样 不过是换了一身素衣 这几日 回想起你我之间的种种 确实是我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 才让我们走到了如今的这一步 他想干嘛 你大婚那天夜里 有个蒙面人要来杀我 那你有看清楚那个人是谁吗 虽没看清楚脸 但 那个人穿了新郎的习服 这个潘月真是狠毒 连您都不放过 潘月索要白银四十万两 摆明了是不会给我们面子 蔡方主他们 正准备对潘月下手 通知另外三家 这潘月 是我们银语楼的人 我要让她身败名列 滚出河阳 深夜密会大人 当然是想做天下女子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我既如约前来 客随主辩 先干为敬 头部也没有明显外伤 难道坠落之前已经死了 有人放出风声 说阴雨楼找到了尸体 我便来此守住待托 没想到 等来的是你 在河阳这么久 应该经手了不少案子吧 有没有那种就是 凶器很特殊的 比如 金针啊什么的 我 好多年以前 有一个凶手 拿着金簪 刺破了一个少年的蹊跷 毒药研究得怎么样 有明末了 我看 这个海棠珠花簪 才配得上上官相见 来 我帮你试带 韩月已查到金六郎 现在去了生死坊 出生牛犊 让他像十年前的杨继安一样 把命留在火药里 请下注 这里是生死坊 出了事我也护不了你 正因为是生死坊 我不是县衙的议员吗 怎么能让大人孤身犯险 今日 来我们生死坊的客人有福了 这次的比赛 十分的特别 走 这次的比赛 是看看哪个美女 能与狼斗舞 赢得胜利 可恶 走 有没有一种病症 会让人产生错觉 何种错觉 明明不相同的两个人 你总会看成一个人 这大人和小姐 这是在干什么呢 别的关心事 他们这种有品味的人 可能就喜欢这种调调 潘月被狼爪抓伤 伤口一亏 普通的精创药只能治表 得生机散才行 就是他 还是你来吧 背上的伤擦不到 你这手法 倒是有进步啊 eing 啊 怎么是你 呃 那个 我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 与你暖瑜 与我冬冬 艘热 腊主到 参见少主 阿姜 杨采依对我有救命之恩 不亲手杀你 又怎能消我 同时知有知恨 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 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 没想到 和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 这些卷宗的背后 不知有多少韩元兽区的百姓 正义不慎 公道难命 百姓如生在长夜 似伏地有余 但查清水不闻一事 待着我和幕后真凶 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 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 虽然前一日发现了 与灯会暗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 但无论从作案手法 时机 还有伤口上来说 都有明显的区别 这具尸体是伪造的 贵请汉大人 莫要在查灯会安 触犯娇神 天然共悦 安大人求你了 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 不让县衙查下去 看来有人 安纳不住了 大人 出事了 到了盈狱楼地检 除岚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 本来我还远远看着 但入夜之后 上官小姐到了河边 便跟丢了 什么 什么 我说什么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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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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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你找你 你找你 我去找你 你找你 我去找你 奇怪 若是被尖锐的力气刺入 在颈骨之处应有刺伤 怎么会没有痕迹呢 除非 这三根尖刺 短的可以起到辅助作用 长的可以致命 我知道是谁 曾经的和阳第一杀手 现在的激善团堂主 雇佣他 自动人口 勿赢寻人 打着寻人的幌子 是为买凶的吉士 两位客官 有何需求啊 我想跟你们顾唐主 谈一笔大生意 好 我也有笔大买卖 姓神名谁 何处为官 和阳县令 姓潘明月 顾唐主 久仰了 卓少主 潘大人 终于见面了 我能看看薛剑吗 你确定要看薛剑 好 我就让你看看 济善团规矩 收钱 绝命 狗佣是救手 狗佣是救手 我想去一下那个济善团 会回那个丰夫人 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 婚夫人 您快喝吧 这是最后一个碗了啊 我不喝 有毒 看来封夫人的风病 是雇佣下药所指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像是个地牢 堂主 地牢有未然闯入 怪不得卓澜强跟我磨叽这么长时间 来了 就别让他走了 是 看来雇佣 不想让我们活 说好的一个时辰 这杨采薇怎么还不来 你们会不会真的死在这里 别说我 我是 对 经商议 县衙决定与银宇楼重开灯会 重开灯会 聚拢人群 然后故意制造一起暴力杀人事件 我不信 但是夏至离现在就剩三天了 现在筹备肯定来不及 来得及 在和阳 就没有银宇楼办不成的事 是啊是啊 灯会还是重开了 到你 大战身受的时候啊 古山 灯会已经开始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 得尽快解决金水帮这帮老鼠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等等等等 小心点 放了我们 不然我算了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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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玥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这个女人是谁 她凭什么跟你一起点灯 投赛给我 不自量力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是卓少主护着的人 我爱打谁就打谁 看什么看 再看我抽了你们的脸 你 你曾在现场纳解过一块水波温令牌 这块令牌代表什么 它与你父亲 又是什么关系 跟他有什么关系 那东西是我捡的 觉得稀罕就拿着 不知道代表这什么 他隐藏身份这么多年 为什么对真实身份供忍不悔 说到其他信息却有语言不详 灯不会 何必 孤身来到骗室处 难道顾庸真的找人替他儿子顶罪 不是顶罪 是魂小时听 他想先我密步找到孤身 真的孤身就 糟了 上皇之有危险 张冠者没跟你们在一起吗 不是去找你了吗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被顾庸给骗了 你的令牌上写着数字四 说明还有三个人在你之上 他们是谁 你觉得我会跟你说吗 我从你家超出了账本 上面记录着你杀人卖命所有的证据 只有你说 才能活 绝不能让顾庸开口 是 我可以配合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讲 带我离开贺阳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我答应 水波纹的凶手还埋伏在贺阳 你这样带他走就是给他们灭口的机会 雇佣的那些替身 还关在县衙里 我打算来个瞒天过海 暗渡陈仓 再来 我就不信了 你今天喝的够多了 还要再喝吧 怎么就够多了 别扫兴啊 我那输了都得赢回来 有心事的人 是赢不了你 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娶你过门 阿娇 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这首歌要是谁叫给你们的 上官小姐 我会不变挣扎 哪怕你若只吃的天涯 我已握紧 你的手 怎么了 成了 如风 我好 备车 去新庄书院 那些书神整齐划衣 不像日常之举 而像是 事先排演过的 大人 咱们去一趟后山吧 鬼灵闹鬼 我总觉得不寻常 身长 约六尺五寸 性别难 这颗牙齿 不错 这颗是我不的呀 那你可还记得 这个人是谁 病患姓名 审慈 如果这具尸体是审慈 那牢里的是谁 是 看来得去一趟南郡 才能查出一中人的身份 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潘大人 要跟上官小姐去郊游 为什么说是郊游啊 演给那个奸细看的 收到 县衙飞鸽传书 潘月 在查归火案 这一次 要拥绝后患 要拥绝后患 把人全都保了 找死 果真是你 这里如此破败 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 你看 这些小孩的东西 全都是双份子 沈家原本 确实有对双生子 大的叫沈慈 小的叫沈炎 他就住在 自己家财房里 有些最古怪的是 他能招来 各种稀奇古怪的童子 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 不过是为了水波文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所知道的一切 但有个条件 杀了沈府 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这新政书院的后山 很有可能是水波文组织的一个据点 看来这后山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看样子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查到后山 所以紧急转移了这里的东西 韩月 你不是喜欢犯案吗 鬼火案今日便会再天一命死者 这是你也能会命死 你被咬了 不对 杨才威 小主性的潘大人来英语楼不言 请您务必大驾光 当家的 潘月到了 带了多少人 就他一人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紧张 此行事实凶险 我怕我 我都还没有看够你呢 放心 不会有事的 潘大人 你胆子不小啊 竟敢置身前来 卓老当家 九阳 明火的时期 卓老当家 是想与我同归于尽 我 有潘大人这样的才俊险陪伴 我黄泉路上 岂不有趣很多 九年前 在和阳 出了个远见闻名的案子 叫 天师父我案 没听说过 一个人为了成仙 可以杀人献计的吗 重点这个案子最离奇的是 凶手死了 可是他选择的目标 就依旧不停地被害死 走 回县衙找卷宗看看 嗯 四月十三日开始 和阳先后死了八名女子 死状可不分别死了八个方位 岸和 乾坤 训阵 凯雷 更对八个卦想 他们死状都不一 都找不到一件相似的利器 但有人说 曾经在杀人现场 看到过凶手的身影 依旭是一名落云门的弟子 落云门 嗯 那凶手岂不是显而易见吗 反而更加扑朔迷离 已经死了 却被人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 八人 死在八个方位中 八种地位凶死 看来 对 我们得去一趟落云门了 这个薛天师吧 我总感觉他阴森森的 靠近他的时候 总感觉闻到一股奇异的味道 薛剑离的房间里 有一个机关的迷事 有人在里面送金 难道他是卢艾哥 他没死 主人 盘月要调回京城了 查完了和阳 确实 要进京查我了 凤凤凰命 借潘大人进宫 今日本宫宣你和你的父亲进宫 不如就你回京之机 办了你跟京儿的婚事 本宫让他们看了看 下月十五便是好日子 我们都知道 下个月十五号 潘月就要和郡主 奉旨完婚了 你说什么 杨姑娘 事到如今 怕是由不得你了 我已经给了你选择 你若放手成全 自是最好 若是不放 不放如何 那就喝下这杯酒 重走一次 黄泉路吧 我们已经查到 那伙人在京城 有个什么据点 每年他们从 和阳的百花宫里 输送大批的歌姬 这是我的心腹云儿 只要他们来接人 云儿就会沿途留下线索 与你们里应外合 你交代的事 我都做到了 主人同意见你了 三日之后 在流济当铺的门口 会有一辆马车去接你 他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人 他看起来并非善灵 我跟你说你以后一定 你以后 眉毛中 杂生异色 不急 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我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他们会用这种理由 拒收云儿 我来 这间房的客人 要是出了什么纰漏 连我 也保不了你 看来没办法向派越传向 希望他能看到我留下的线索 尽快找到这里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是 杨三尉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大人 我要吃饱了 大人 你没事吧 大人 小心大人 何大人 你怕生了什么事 何大人酒后发光 现在已经清醒过来 何大人说 是一个新来的歌迹 偷偷在他胸中 下了火梁五十四 怕是由外人滚进来 杀 是 是 卓兰江 拜见主人 潘月逼死了我爹 杀父之仇 不共代替 既然你这么恨潘月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亲手报了 这世父夺妻之仇 贾夫人设宴 邀我前去 走 贾夫人 近日 我听了一些传言 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 可有此事 既然入坠皇门 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 诗人背后 如何指摘一文 我们 也只能贺着谁手呀 大人小心 接着喝 那个上官职 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 杨才文 这世上 居然会有如此离奇之事 如果她真是杨家孤女 这一次 就要让她和潘月 做一对断头鸳鸯 十二年前就编辑 郡主可有办法找到 看来郡主要找的人 找到了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确保你姐姐 平安无语 什么事 杀个人 郡主 对不起 我俩饭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救你出去 潘公子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呢 我杀了你 公子 潘月呀 潘月 既然你这么不愤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明日让你亲自主使 我倒是要看看 你站在堂上 亲自审着心上人 还能否这么 振振有词啊 潘月 不光是我 还有身后的此事 随时听你调遣 带人犯上官职 带人犯上官职 陈掌月 就藏在贾全府里 张册一定在贾全手中 是 里面记录的 是走私亲眼的往来账目 那就是说 只要能够找到账册 那就有证据了 是 收益一事之前 我会将账册交到你们手里 搬到贾全以后 带上小生 我们一起回荷阳 给禁军统领递个话 遇上潘月和那个杨家孤女 不用抓 无须是 就地斩杀 是 尝试兼烈云兼舞的人 是不是脚踝都会受损 是的 无一例外 可是那四具白骨 脚踝都没有异样的 也就是说 那四具尸体里 根本就没有运程 剑方 台卫贾全 为杨我国威 将朕之仁义 宣之四海 自认贾全 为大司马 兽虎俘兵权 弘领三军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八将怎么还不来 接诏 传 金印紫兽 挺虎俘 接俘 兵俘慎兽 郡主临位 谁敢无礼 王后 郡主 郡主之死 另有隐情 真凶与敌国奸细有关 望皇后云我沉变 莫让郡主 死不瞑目 得更好 人死了 不开 批评 回去吧